现在画的图10天后你要能够找得到 所以工作表的名称还有内容放标题 这都必须要做的 画图第一件事情呢 请先点选1点选检视 2隔线打勾 3贴齐隔线打勾 这两个都要打勾 因为等一下我们画图才会贴到比较适合的位置 我第一个我要放的图叫做文字方块 去建立一个叫做销售利润率文字方块 当作是一个标题了 所以1请点插入 2文字方块 请你在这个文字方块里面 输入销售利润率 这个销售利润率的格式设定 我们不可能放这么小的字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换字形 像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Area Blake 所以字形我会选Area Blake 字形大小我通常会放 例如说18然后粗体 字中这个框框 左边拉到最左边 然后这个放到四个 它会被旁边那个线吸入 那你会说上面好像就没有在中间 选择游标移到销这个字前面 按下Enter键 针对这个文字方块的格式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只是为了方便我看 设定框线 我现在先告诉你一下 这个框线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在中间这一个叫做文字方块的格式 如何设定这个文字方块的框线 请点选格式文字方块底下的效果 效果打开来之后 所以一点选点到这个文字方块 二点选格式文字方块 好效果 三视觉效果框线打开 打开就是点一下 它就开了 这家公司的销售利润率 在各年间的表现情形是怎么样 第一件事情 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 我用最容易让大家理解的群组直挑图 所以群组直挑图在这边 落在视觉效果 群组直挑图点一下 三 我要画各年 各年订单跟日期有关系 所以请勾选 所谓勾选 就是在订单日期前面 这个框框点一下 就决定好X轴了 再来Y轴 就是Y轴啊 这个时候第四个动作 就请勾选销售利润率 第四个动作就做完了 储存这个档案 储存 因为第一次存 你就可以直接点储存档案 好 存到什么地方 我都是放在就是跟课程相关的位置 那首先我会取个名字 2022-0511的零售智慧 的第一个档案 存档 孙老师我这里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就是说如果资料在读进来的时候 一直读不进来 然后是连接的状态 那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 有啊 那个 可是问题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首先资料量大 但是这牵涉到就是 最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记忆体不够 因为有些人的那个笔电 笔电 它的记忆体 它是事物机 好 所以建议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那个记忆体越大越好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资料本身是有问题的 就是XML JSON 它都有指定的格式 然后最后它没有写到那个结束符号 所以大致上可能会有三种情形 一种是你自己本身的记忆体不够 对 第二就是对方呢 它没有提供完整的这个档案 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的电脑现在可能正在做别的事情 它分工啊 然后你的导致你的电脑在读档案 要花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 再加上这个档案因为是大数据嘛 所以很可能是很大 你就必须要去读 花很久的时间来去把它读进来 但是只要读能够读进来 后面就不会这么慢了 如何做 就是销售利润率资料表 二 请点这个资料表就好了 三 订单日期 四 销售利润率 这个资料表呢 它是记录到每一这张资料表的一个做法 其实它跟刚刚的这个叫做群组资料图的做法 是一模一样 只是选择的呈现的视觉化技术不同 因为它是资料表嘛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它呈现的是什么 它呈现的是年 季 月 日 所以我建议各位 不要给别人看到这个每一天 就是当你今天你资料表呈现 我们通常是会做成 例如说月统计表 季统计表 年统计表 像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 因为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就做年统计表 如何做 各年销售利润率 统计表呢 请把这个视觉效果 资料行这个day 请把它拿掉 你拿掉day 是不是就只剩month了 所以这边就是2013年第一季 1月 0.16 好 这四年总平均是0.13 可是我觉得月 还是太多资料列在这边了 所以请把月也关掉 为了跟上面有所比较 所以我也把季也关掉 关掉就是点那个右边那个叉叉 这就是各年销售利润率 资料表 的做法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可是我的主管他要求 现在我要看到季 请问一下 在这个时候我要如何做成 有年 有季呢 好 那这时候的做法 建议 建议 就是我 修改 修改变成有年 跟季 怎么做呢 订单日期 点选 订单日期 就是 这一个资料表的 订单日期 点回来 这个订单日期 然后再点 点这个 资料的 Hierarchy Code 就是 阶层 资料阶层就是 时间资料的话 就是年 季 月 其实 下面还应该有一个叫 星期 也就是周 然后再过来才是日 好 这时候我们再把 Day Month 给删掉 好 以上只是 说明一下 那 你以后 你到公交机关 你可能 要学会 如何做 资料表 但是 但是 资料表 它有一个 缺点 它有什么 缺点 你必须要 在脑海中 自行去做 统计 你要在你的脑海里 做统计 举例来说 这里面 你从头到尾 去读完资料 你 还必须 随时都要记录 每一笔资料 间的 关系 那 这边 上面这张图 一看就知道说 我们的销售利用率 最高在2015年 那 所以 统计图表 我也希望有空线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可以 点这个文字方块 就是把它的格式 复制给其他统计图表 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第一 我们点选 销售利用率 因为 它有空线 第二 常用 复制格式 然后 点它 点 这一个图 它就有 框线了 所以 再做一次 请点选 如何让其他报表也有一样的格式设定 好 就是 请点它 请点 交受利润 表 依据 年 然后 二 第二 点常用 第三 复制格式 第四 请点它 最好是把几个数字标在上面 方便我们来去说明 所以 我想介绍一下统计图表的格式 举例来说 这个标题 叫什么名称 还有 这上面出现这些数值在哪里设定 好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练习 修改 修改 这张统计图表的标题 以及 这个叫标签 所以 一 请点选 这张统计图表 二 视觉化效果 的这个图示 所以 视觉化效果 这边有 栏位 这叫栏位 这个叫格式 这叫分析 好 二 请点 格式 好 那针对标题 那针对标题 你看一下 视觉效果里面 没有标题 它放在一般里面 所以 所以请点选 一般 第三 请点选 一般 第四 标题在这里 麻烦 麻烦请把文字 文字 设定好 这应该叫做什么 各年 的销售利润率 各年 销售利润率 那因为是标题 我的字形 统一会设为 这个字形 Areal Blake 然后 请选到 字中 因为它是标题 所以我会 把它的背景色 色成 深色 深色 那当然文字的颜色 就设成白色了 就是 我希望出现这些数值 就是2013年的 销售利润率 是多少 2016年销售利润率 是多少 怎么做 一 点选 各年 各年销售利润率 二 点选 视觉效果的 格式 那 那些 标签 这个叫标签 在这里 三 请把资料标签 打开 那我们这边 大致上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 销售利润率 它是一定要百分比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会 希望呈现 就是12.5% 14.7% 13.7% 12.8% 好 我接下来就要教你怎么做这件事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现在 我现在想要修改的是 这个销售利润率的值 所以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要点这个销售利润率 就是不用点任何一张图表 是要点这个销售利润率 销售利润率 因为它把它变成是 一般的格式 就是这个叫一般的格式 可是我希望它是百分比啊 所以当你1.点选销售利润率 2.点选百分比 点了一下百分比之后 我们这个格式啊 建议 建议哦 小数位数 所有 你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说 不管你以后到任何一个公司机关 去服务 你 小数位数都只有一位 好 你看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这边就变成 就是修改了这个百分比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针对这张图 看到了什么现象 把它写出来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请问 在这个地方 各年销售利润率 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 我们就直接写 好 我先写五个 我先写五个 到时候呢 到时候 每一张资料表 我希望你们 都写出 一个 可是要有深度的 当然 可以写很浅的 举例来说 2016 因为我们这边 2016年的 销售利润率 最低 对不对 对 好 1 2016年 销售利润率 最低 请问一下 2016年 销售利润率 最低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 是不是说 我们这一年 就是这几年 这四年 公司从成立到现在 今2016年的销售利润率 是最低的 那是不是代表说 2016年 可能比较不赚钱 这就是我们 我今天的作业 好了 那当然 你可以继续写 我还看到了一件事情 2015年 你看到最低 当然也会看到最高啊 的销售利润率 最高 建议各位 一定不能 只写出这样子的一个 抽象文字 最好是多高 14.7% 好 再来 再来 第三 从开始 2013年开始 一直到2015年 它是有逐年增加 2013到 2016 的销售利润率 逐年增加 有没有同学可能会 可能会 就是说 去算出这四年的平均值 好 我要告诉你 它有内建这个功能 现在我就要教你 怎么做这件事 好 各年销售利润率 的平均值 如何做 好 请点选 各年销售利润率 这张图 第一 请点选它 第二 针对这个视觉效果的分析 分析在这里 分析 第三 平均线 平均线 第四 新增资料行 那它就会自动 帮我们画出这条线 好 然后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到底是多少 所以 第五 第五 有一个 有一个 叫做 就是 资料标签 请打勾 它在这里 13.4 好 再重新讲一次 如何去完成 就是各年销售利润率平均线 一 点选 各年销售利润率 二 分析 三 平均线 的新增行 第四 资料标签打开 然后 接下来 我就可以写第四个知识了 什么知识呢 好 就是我看到什么现象呢 平均 就是 各年 的销售利润率 为 13.4% 好 所以 其实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 假设 假设 你再继续观察 你一定要写 尽量逼自己 写到第十点 但我作业不会这样出来 如果说你可以写到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你要有非常非常多的 专业知识 就是 看你是要去做 好像是 民侦探 柯南 来办案 还是要去做 毛利 警探 办案 那就要看各位 好 那 举例来说 第五 第五 就是 像刚刚这 2016最低是 12.5 12.5 好 第五 我就会继续 继续写 可是后面的这些 才是真正 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2016 通常会报道是这样 2016年 跌 跌 就是 首先他 先讲一下跌 代表说 2015是涨 可是2016是跌 然后 销售利润率 销售利润率下跌 小于均值 小于均值 就是 历年平均 小于均值 几个百分点 0.9个百分点 因为 这个是13.4 平均线是13.4 可是 2016年是12.5 小于均值 0.9个百分点 就 快小 快 快 低于均值 一个百分点 你要知道 这一个百分点 对一家 就是 跨线市 对一家超市 像台湾超市 水平一家的便利商店 是不是也超过1000家 那个1% 它其实代表的意义 是很大的 好 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我们还会去算说 这个 这边是多增加 多少 对不对 就是 2015年 它多增加了 1.3个百分点 然后 还有 就是 它的一个成长率 成长率 又是多少 这样子一个现象 我们还有更多 是需要来去看的 可是 接下来我就要跟你 做下一个阶段的描述了 就这样子 好 对 谢谢观看